看看別人如何創業 還要給你創業的機會 生命太短 就是往前衝 有決心我覺得一定做得到 夏日炎炎 大家都想吃上一口 清清涼涼的冰品 而這幾年不但不退燒 還反倒人氣強強棍的雪花冰 各種滋味可說是人人愛 但你聽過一種雪花冰叫做 義大利國菜嗎 香雪花冰與哈密瓜 和帕瑪火腿做結合 你能想像是什麼滋味嗎 而另外經常外食的上班族們 又該如何簡易又快速的 自製養生清涼湯呢 讓自己與家人 有個元氣滿滿的一天 今天好樣抱抱單元中 還要教你如何用調理機 做杏仁醬 花生醬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吃冰真的可以說是 台灣人夏天的時候 一定要做的這個消暑良方 而除了爆冰之外 還有很特別的就是口感 比較綿一點的雪花冰 我們今天的頭家 他做的冰就很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下面的這段影片 明亮的環境 時尚的裝潢 吃的卻是傳統的台灣冰品 雪花冰 不過所用的材料可一點都不傳統 義大利的國菜帕瑪森火腿 削成透光薄片 鋪在新鮮的哈密瓜上 鹹鹹甜甜的沖塗口感 反而意外的契合 另外一個絕配 是配稀飯的肉鬆 搭上了香甜的花生 就是原本想說這兩個 會不會搭起來怪怪 其實就感覺還滿好吃的 不會塗 就是兩個融合在一起 就是好吃 它的冰是屬於蓬鬆的 那我們的肉鬆也是屬於蓬鬆的 那做起來的樣子 就像是花媽的頭一樣 就跟我們神局市長 是一樣的頭 所以我們就叫它 花媽砰砰冰 希望讓國人重新認識 什麼叫做雪花冰 代理商早上了台灣四十年前 草創雪花冰的高文婉女士 合開了這家旗艦店 用的都是進口高品質食材 和新鮮的在地水果 口感清新 不黏膩 薄如禪意 入口即化 而擺盤也具巧思 一片片的雪花堆疊成層層裙板 讓視覺味覺都是頂級享受 連盤子也很講究 其實我們的盤子用的都是骨瓷 不計成本的 我們的盤子都是有冰過的 因為冰是冷的 你的盤子如果沒有冰過 它的冰下去的時候 它的溫度跟它 當你在品嘗它的時候 它的口感是會有變化的 好吃之外 健康衛生也不馬虎 我們還是會講到話 然後會怕我們的口水 或是噴到我們的冰品上面這樣 而且店裡的產品都已經拿到 日本 美國的衛生認證 同時低脂低糖 只有一般冰品的三分之一熱量 讓愛美的女生 可以吃得優雅 又不怕發胖 好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台灣雪花冰的創始人 高文婉董事長 董事長你好 主持人好 張顧問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還有店長毛威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跟我們一起討論的是 模式盒子餐飲的總經理 張偉德 張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這個董事長 要跟我們稍微來聊一下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台灣雪花冰是誰發明的 就是他啦 好 董事長發明了 為什麼董事長當初那時候 會想要發明出雪花冰 跟我們講講故事 是這樣子 因為我從小 我們家裡 就是做涼水的 不會黑熊起水 也會賣一些 冬瓜茶 菜草茶這種東西 我們正好家裡自己有一間冰店 那長久以來 我就是吃冰淇淋 感覺它太黏 吃雞冰它也黏又甜 我心想就這樣想想 沒有那個東西 這樣吃起來很清爽 那時候又不知道什麼叫健康 想說 如果可以吃起來 這樣很好吃 不要這樣不吃不脆 越吃越脆 所以說就一直想 這樣會方向去想 這是一個因緣際會 這老師不教 就是說 在自己的店裡面就有些設備 曾經有著雪花冰 掛廚房的菜刀 都拿出來試試看 試試看 試看說 那到底是怎樣 那一天會不會成功 所以前前後後 只有在這個雪花冰的研究 那時候 台灣的時代也比較六十年代 也不像現在說 這個材料這麼久 所以只要一個牛奶 要一個什麼的時候 來源都不容易 所以說 我們差不多一年了 再把雪花冰的雛形 搜出來 那時候的口味 都在你自己去試驗 沒錯 所以說從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 開始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後面 不去新加坡 不去日本的時候 也有很多笑話 那個笑話就是說 沒有法令和我耶穌 冰沒有了 它不是驚冰 也不是冰基林 那是什麼東西 後來 誰會把它創作一個 誰會把它創作一個冰青出來 叫做水果冰 所以說 這就是這樣一路走來 也四十幾年 蠻好玩的一個過程 關於這個雪花冰的過去 顧問你應該也 以前也不曉得是 董事長這邊發明的吧 董事長的盛名 在我們餐飲界相當的有名 有四十年的歷史 所以提到雪花冰 都是以這個董事長的品牌 馬首是瞻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看 跟以前傳統 又比較不一樣的雪花冰 我們要來看一下就是說 其實今天的雪花冰 剛才在影片當中也有看到 它的口味非常特別 有鹹的又有甜的 跟傳統的又什麼不一樣 這一次為什麼會想要做一個 比較創新的改變 是 所以說 今天這四十幾年來 又是特別 做到從外銷 現在不正是 外銷超過八十五% 台灣的市場比較少 我們七年就在說不說 我們把2013年 訂回反攻台灣 反攻台灣 就是在外面已經賣得很好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 是只要開始做 對 搭新的雪花冰過去的歷史 是不是很有趣啊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現場示範 雪花冰的做法 而今天的第一道就是超人氣口味的 比利石巧克力 所以說現在是一種比較傳統的 傳統冰品方面 可是現在好像是越來越走向 必須 消費者還是會希望 有一個新的面貌出現對不對 是的 現在創意領先 對 所以越來越多的創意 包含茶飲 冰品 都融入更多的創意在裡面 才能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可是現在就是說 冰品市場在台灣來說 有分配幾個區塊嗎 是的 以北 我們仰濁水系以北 會受到氣候的影響 冬季跟夏季之間 影響到有三成以上的營業額 反而是台中以南 因為氣候比較變化沒有那麼大 冰品一直都是大受歡迎的 所以不管是什麼季節 在南部人吃冰就會比較 冬天也一樣有在吃就對了 是啊 因為還是一樣很熱 連喝個茶飲都要求 我要冰多一點 冰多一點 是的 所以這個市場的確是大有可為的 只是說可能有些人 他會吃冰淇淋 有些人他吃剉冰 然後像這個又是雪花冰 他會有幾個不一樣的產品的品項 是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董事長 很積極的在冰品市場 要找到自己的一個新的定位 但是他可能因為很不可避免 就是也必須要跟其他的這些冰種 來做競爭 是的 所以可能就在這個 創意上就要來做不一樣的這個發想 是的 才有辦法突出 所以葳葳你現在放上面的是 咖啡茶凍 咖啡茶凍 對 咖啡凍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雪花冰 它基本上爆出來就是 它屬於一片一片的麻煩的 雪花冰它的作法有四種形態 一種就是吹細類 是飄的 你把它弄出來的時候 你把它吹噴掉 它就飄掉了 一種是細血 它有點像那個 雪花的一片一片 對 雪花 對 那再來呢 它現在用的這個是片鞋 片鞋 一片一片的 是 那還有一種嗎 就是溶血 溶血 對 就是溶了之後的血 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是它的機器也不一樣嗎 還是說 機器一樣 機器一樣 它做出來的形不一樣 對 就是冰的部分 有不一樣的地方 機器的部分是一樣的 好 現在可以看到 威威她在這個上面 又加了一些手指餅乾 然後還放了一些巧克力脆片 然後現在再擠 鮮奶油嗎 對 可以帶一個 威威妳跟我們講一下吧 就是這道冰品 這道冰品 因為它很像是新口味 對 還沒上市這樣 對 還在嘗試當中 對 這應該是比較大人對不對 因為它是咖啡 對 大人會比較喜歡 對 對這樣的一個產品 各位有什麼感覺 是的 這個是一道很創新的一個冰品 融合了這個法式甜點的概念 在裡面 對 是 那對我來講 就差一個潤滑劑 如果有一些醬料 法式的醬料 品藝石巧克力醬 在上面再做一些點綴的話 會更完美 在擺盤上如果更有一點點 那種藝術性的一些點綴上 是的 好 謝謝這樣我們的完成品 看起來好棒喔 董事長 帶你我們要請顧問一起來試試看 好 謝謝 所以吃這個雪花冰 有什麼樣的秘訣嗎 雪花冰不要壓 不要嚼 這是絕對的 它很挑 它跟白雪公子是一樣的 你就是要這樣子 直接產進去 提上來就好了 對 直接產進去 出來的時候 還有吃它的時候 它那個感覺 所以說不要說話 慢慢去享受這個幸福感 來 試著 要跟董事長講的一樣 要享受那個幸福感 好 好 很細的感覺 那個口感 而且那個咖啡味道好香喔 顧問 是的 咖啡的香氣充滿了整個嘴巴 這個咖啡是研磨的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金磚的本身之前 就是實際上是用煮的 去把那個咖啡煮出來之後 是研磨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口感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剉冰 你會覺得有顆粒感比較硬 但是因為這個雪花冰 等於是入口即化 所以你其實有點感覺 是一到嘴巴裡面去 就變得像是冰咖啡 它就融化掉了 是的 它口感非常的細 是 很特別 今天要問我們做的 第二道是什麼 那個 這個義大利國菜 看過了咱們第一道冰品 比利時巧克力的雪花冰之後 緊接著第二道是義大利國菜 可以仔細小巧這食材裡 竟然有帕瑪火腿 到底這是什麼神奇的口味呢 為什麼當初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當初是因為我們 像我們在吃西餐的時候 不是旁邊都會有一種配料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哈密瓜 然後加一個飽飽的肉 有點像那個前菜的時候 會搭配的感覺 對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們本身有 那個哈密瓜冰 然後後來就想到這樣的概念 試試看 對 然後其實這樣的概念放在一起 就是還滿特別的 好 那我們就請薇薇來 幫我們來做一下 所以董事長那個時候 所以剛開始他們給你講這樣 鹹加甜的口味的時候 有會覺得很驚訝嗎 是 會很驚訝 但是因為之前我們也試過一個肉鬆的 所以說這個跟 因為肉鬆本來就是會有一點甜味 只是這個火腿 就鹹的啊 對 而且還要從大力進口 這個對我來說 是這個歐巴桑比較難以接受 結果他們做出來之後 還真的是令人很驚豔 所以你自己後來吃了以後覺得很好吃 是 所以後來我就 我只要等答案就好了 你們告訴我怎麼做 所以就交給他們去研發了 對 對 對 團隊也會透過像那個產協合作 高雄參與協校 師生也會進入來指導我們 所以也是非常感謝很多的貴人 很多的貴人給我們一些 很多的幫助 這個過程裡面就像我剛才說的 要感謝的台灣的果龍 真的厲害 哈密瓜 這應該是台灣很好吃的水果又甜 它本身甜度又高 所以這個剛才的冰磚裡頭 它就是已經用哈密瓜下去 把它做成一個冰磚 是 這個水果變成冰磚上面的技術會很難嗎 水果做成冰磚我們目前已經研發了30幾種 當然也不是說全部都成功 舉例說曾經也有那個消費者說 西瓜上產的時候也會很多 但是西瓜不能做 為什麼 對 因為它水分太多 基本上所有的食材都有黃金比例 等一下我們要吃這個 那個義大利國菜的時候 它也有不一樣的吃法 吃法有不一樣的 是 它有不一樣的吃法 因為它是鹹的 基本上你一聽到說 這個東西是鹹的 把冰磚放出來又是甜的 沒有一點技巧的話 沒有一點什麼樣去吃它的話 所以也要交給消費者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怎麼吃才會好吃的 所以現在薇薇已經幫我們做好了 薇薇跟我們聊一下你放了些什麼 泰瑪火腿 然後還有雙色的哈密罐 火腿的話我們是用鹹的 義大利的泰瑪火腿 要切得很薄吧 不然會不會太鹹 它其實本身送來的時候 就是一片薄薄的 然後我們再去做粉狀這樣 對 OK 好 這上面再加一點薄荷葉 薄荷葉 對 看到這顏色繽紛的 義大利國菜完成品 想知道雪花冰與火腿 到底會交織出什麼滋味 廣告後 馬上回來 董事長這個吃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嗎 當然第一個動作 不要攪不要攪不要牙 這是第一個 第二 現在再來就是說 要吃這個哈密瓜 這個國菜跟這個帕瑪火腿的時候 第一口 只吃它的冰就好 好 跟剛才一樣 你先吃它的冰 來 顧文來吧 對 來 試一下說它的冰 很香這個哈密瓜的味道 好吃喔 這邊有加糖嗎 這個非常天然的味道 那第二口呢 就跟著火腿一起吃 大挑戰來了 大口 大口 要大口一點 就是冰跟火腿都要加進來就對了 對不起 我都一直自己先吃 它那個口感 很特別 可是還滿好吃的 是的 不然你有什麼感覺 我們以前餐飲學校 學西餐的第一道菜 開胃菜 學的就是這個 只是它是真正的水果跟 火腿搭配在一起 它就好像是一個 完全是國外的一個家養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一個前菜的感覺 但是它今天變成一個冰瓶 是的 是的 所以這真的是很特別 是的 所以只要是跟水果相關的 只要是跟牛奶相關的 都可以用在我們往後 創意料理的開發上 對 真的 今天未未還有帶 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那是喝的 喝的 所以雪花冰也可以喝 它是先把雪花冰變成冰柱 然後再下去配牛奶這樣 接下來的這一道冰瓶 叫做黃金歲月 使用了牛奶冰柱 芒果蜜與鮮奶 簡單三步驟就可以完成了 老闆娘說 這當初在加拿大銷售的時候 可是相當受歡迎的 它現在要做的這一個 叫做融血 好特別喔 所以你現在就是把 你中間放下去的那一個是 那是牛奶的口味的雪花冰 然後再加我們牛奶 直接牛奶加下去 對 所以就是牛奶加牛奶 對 但是它會融化嗎 會 那個雪花冰是一個冰柱 對 冰柱 感覺非常的營養 因為都是牛奶 然後再加上 芒果的這樣 加上我們特別做的芒果蜜 芒果蜜 董事長是怎麼樣的做法 用芒果汁去做的 那流洩下來的感覺 就跟黃金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它命名為 黃金碎葉 所以這個產品 我們在加拿大推出的時候 賣得很好 加拿大人 外國人對於這個 產品應該會很有興趣 所以吃的時候是 要等它全部融化再吃 還是 它是 吸的 吸的 好 那我們就請 顧問來跟我們品嘗一下 這個非常特別的雪花冰 它根本不太像是冰 謝謝 謝謝 比較像是一杯飲料的感覺 是的 有秘訣嗎 對 秘訣就是直接喝就好了 直接喝嗎 可是直接喝就喝到牛奶 看顧問大口吸成芒果蜜 牛奶雪花冰 實在是太幸福了 這個跟我們調理這個咖啡 會做咖啡冰磚 希望它咖啡 越喝不會越淡的原理 其實差不多的 那因為我想這牛奶 一定使用得很好 因為這個乳脂肪的這個香味 充滿了整個嘴巴裡面 不過因為它這個做的過程 滿特殊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建議用上菜秀的方式 在顧客的旁邊做 是 或者是客人自己做 DIY 反而創造出一種新的樂趣 對 因為就在旁邊感覺還是 VIP Service那種感覺 是的 特別的服務 所以說顧問總體來說 我們今天看到這麼特別的 這四道的雪花冰 會想給我們董事長 這邊什麼建議嗎 好 我們要做一個 時尚品牌 跟我們的一個領導品牌 可能需要一些行銷的推動 那包含我們現在很流行的 動漫行銷啦 APP的行銷啦 這些都可以使用 那另外我也關注到 我們在臉書 目前粉絲團的人數有在加強 你們有在經營臉書嗎 對 還是有 所以可能表示宣傳的部分 你們可以年輕人 多做一點功夫在裡面對不對 是的 是的 來增加更多 我們講熱名行銷 對 也許可以辦一點活動 是的 是的 有講針達之類的 沒錯 那另外我們比較弱勢的部分 可能在於我們食材用心的宣傳 我們並沒有更多的資料 來告訴我們客人 我們選用的是多好的食材 就是說 像剛才顧問說的 八十二十筆 當然也要照顧說 這四十幾年一路走來 平遊消費者的收聽 當然啦 我們目前今天秀出來的 是最新研花的 基本上像紅豆這個口味 抹茶紅豆這個口味 它是永遠不會做第一名 但是它也很少掉到十年 就像是紅豆牛奶冰 永遠是經典口味一樣 是 是 所以說 這一個部分 我們也會很謹慎的 也會照顧 像我這麼老的 老朋友 年輕人要突破 傳統的老人家長輩 也許要傳統口味也要保持住 這樣才能夠全部一網打盡 所有消費者都愛吃 是的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董事長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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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吃過了雪花冰 下段節目中來給養生的吧 你知道最天然的精力湯 該如何做嗎 還有如何用超簡單方式 自製芒果冰淇淋 下段節目中更多精彩內容喔 哈囉 歡迎收看佳琳APP 現在是颱風來臨的季節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颱風來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放假啦 所以今天佳琳就要介紹一款APP 要告訴你什麼時候 可以開心放假 這款軟體就叫做 我要放假 趕快來看看吧 首先打開這個軟體 一點進去以後 我們只要用手滑一滑 就可以看到非常顯眼的 全台各個縣市到底今天 要不要上班了 而如果說你想要讓你所在的縣市 更是一目了然的話 選擇齒輪的圖案 像是我現在在台北市 我就可以把台北市 移到第一個位置顯示出來 或是不想出現太多縣市的話 也可以點選這個圈圈 把它們通通關起來 還有就連縣市的顏色 背景顏色都可以做選擇 另外有個要特別介紹的設定 就是這個推波通知了 如果說把這個天然災害停止 辦公級上課作業的選項 一旦開啟的話 有颱風來的時候 有這個停班停課的資訊 就會立刻傳訊及通知你了 而如果回到這個主畫面 點著日曆的圖案 上下滑動就會發現 像是在9月的時候 中秋節的連假就被標示出來了 而到了10月 更會要告訴你要如何偷懶 只要10月11號請假的話 就可以請一天休四天假了 至於這主畫面的右下角喔 點進去之後 還會顯示最近的活動還有電影 像是我們點這個電影膠卷的話 進去就可以看到預告片 甚至還可以直接訂電影票喔 另外這個軟體也有拍照功能 選擇不同的模式還能夠打卡 幫你留下記憶 不用給希望趕快放假的朋友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歡迎收看小資專大錢 今年的夏天真的是太熱了 溫度不停的飆新高 那麼只要一熱呢 大家就會想要吃冰啊 或喝一點飲料 可是前一陣子新聞才說 有些含糖的飲料會越喝越渴喔 而且裡頭的熱量非常的高 女性朋友們就會越喝越胖 最健康的當然還是自己做 畢竟外面買的 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添加物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跟觀眾朋友 一起來DIY來做夏天裡頭的點心 而且還可以讓自己 越喝越漂亮喔 歡迎我們的來賓 粉領養生族莊曉綺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 營養專家看待大學保健營養系的 林立美老師要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曉綺今天我們介紹幾個 簡單的料理 是 因為其實像我們說 現在很多人都想去外面買飲料 買果汁來喝 但是其實像我們現在上班族這麼忙碌 怎麼樣在家裡自己做呢 其實我們說選對好的工具 然後去買食材 其實這樣就非常的簡單了 對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很懶惰 就覺得好像自己做很麻煩 然後要準備一大堆的東西 其實只要有撇步就可以很簡單 對 其實像我有時候下班回家 你就先把材料都先準備好 那可能隔天上班之前 就直接放到我們的機器裡面 直接這樣調理就可以了 就比較快 好 那我們第一道要做什麼 美人精力湯 美人精力湯 精力湯 老師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喝精力湯 精力湯帶很多的 尤其是早餐可能都會來做 但是今天小吉我們做的是 還這樣美人兩個字 就比較互一樣就對了 所以女生一聽到這個美人精力湯 就是一定要喝的 而且材料也非常的簡單 我們來看看要準備一些什麼材料呢 準備的材料裡面 第一個就是有這個番茄 對 牛番茄 藍莓 鳳梨 綜合堅果 跟亞麻仁籽 其實算一算 其實真的好像沒有很多 很複雜 而且其實像這些材料的話 你都可以很好取得 對 所以像這些材料的話 平常你可以用保鮮盒呢 先把它先準備好 然後就放到保鮮盒裡面去做保存 那其實呢 像之前的話 我們在使用保鮮盒的時候 其實像我之前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困擾就是 常常那個保鮮盒 就要不斷的一直更換 另外我覺得 比較常見到的問題是 那個保鮮盒旁邊會常污納垢 那個膠條啊 常常就會有發霉的事情 所以呢 就會變得像這樣子 對 其實很多媽媽一看到旁邊 那嘔嘔根本就不敢用 看一下 因為其實像這種旁邊都會發霉 對不對 然後呢 最後你就要再把這個膠條 把它拿起來清洗 那洗完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拿起來的時候裡面 全部都是藏木拿包 而且摸起來熟熟 好可怕 對 所以洗了之後 你又發現這個膠條 會不小心斷裂 會斷掉 那你就可能要必須再重新買 所以其實啊 我有去上網去搜尋了一下 那我發現說 很多朋友其實很推薦一個 很好的工具 等於說現在又有比較新一代的 對 新的一個保鮮盒這樣子 所以呢 像這個保鮮盒的話 它一樣有膠條啊 它雖然一樣有膠條 但是你看一下 它是雙料色出喔 所以它是黏沾型的 所以它是一體成型 你完全是摳不起來 這個旁邊的這個縫隙 所以它比較不會藏木納垢 那在使用上面 也比較放心一點 好 所以這個就是 一開始的材料的保存 對 可能我們就要比較注意一下 是 那所以我們就要回頭來看看 所以我們準備的東西 現在都已經小器 都已經把它放在盒子裡了 對 好像剛剛有說到的 像番茄 牛番茄 番茄我們都知道 老師那個番茄是太營養的東西 對 然後番茄的話一樣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那個皮不好吃 但是我們就直接連皮一起下去打 那另外還有是什麼東西呢 鳳梨 鳳梨 而且鳳梨請你一定要連心 一起下去打 可是心不是很硬嗎 這個心是很硬對不對 但是用牙齒去咬的話 你會覺得比較硬 但是你透過我們說 你透過去調理的方式 用果汁機用調理機打完之後 你再喝你就會覺得 沒有那種感覺了 但重點是裡面的營養 我們就吸收到 因為我們知道鳳梨的心 好像很營養對不對 老師 是 經歷 對 好 所以除了說鳳梨的心之外 我們還有加了這個是紅椒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非常好的東西 但是其實很多 我知道很多不管是大人 小朋友 其實都會怕這個味道 對 所以如果說今天 我把水果的味道去覆蓋這個菜味的話 其實喝起來它是很順口的 對 然後除了說紅椒之外 還有這個蘭梅 現在這個其實在很多進口的超商 都可以超市都買得到 都可以買得到 你要買新鮮的呢 買冷凍的都可以 所以這個我們買回來之後要先清洗一下 就可以稍微用水 稍微沖洗一下之後 就可以直接下去調理了 對 藍梅也是非常營養的東西 花青素 現在很多人都有 莓果的東西 但是顏色我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顏色越深 它的營養素含量就越多 像花青素呢 我想美人眼睛一定要好 那我們常常現在人看電腦 它低頭足 所以眼睛常常是會酸色疲勞 那這個藍梅幾乎就是所有的花青素的前幾名 含量非常的高 除了藍梅之外 還有加了一點堅果 這一陣子大家都說要多吃一點堅果 但有時候女性朋友不太敢吃太多 覺得怕堅果吃都好像會胖 但是堅果又是必須攝取的營養素對不對 我覺得堅果會胖有一個問題就是呢 我們覺得堅果是油嘛 可是事實上我們這個堅果呢 它裡面還有其他的蛋白質 還有一些礦物質和這些不飽和其他的油脂類 事實上它不是全部都是油 裡面不到一半 所以說其實就是不要吃太多就好 但它是個好東西 它是好油 它是個好油健康的油 而且我知道如果說精力湯啊 如果說太冷的話 因為有很多人會放一些蔬菜下去 那如果太冷的話 你就可以加一點這個堅果下去 去綜合它的屬性 知道我們女性朋友在喝的時候呢 不會太寒 對 比較不會太冷 對 所以喝起來的時候呢 也比較適合我們的體質這樣子 那除了堅果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 看一下這個是亞麻人子 因為其實平常我們用牙齒去咀嚼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不好吃 一般人應該很難會直接吃這個東西吧 通常好像是不是 但是精力湯裡面 有時候都會加一些這一類的 亞麻人子其實它是像一個很熱門的食物 因為它的Omega 3 脂肪酸非常多 所以對大腦的發育 以及對我們血管是很健康的 可是很特別的是 因為亞麻人子的殼相當的硬 對 跟芝麻一樣 對 跟芝麻一樣 所以你如果靠牙齒的咀嚼 其實不太容易吃進去 大概吃了全部都排掉了 真的 那所以就算你去吃了 你也不見得可以吸收到裡面的營養 所以外面通常我們就賣兩個 一個就是亞麻人油 一個就是亞麻人粉 對 可是由畢竟直接吃 或者在跟食物的調理上面 不太那麼容易 再來粉的部分 我們就不太知道它的品質 對 所以如果能夠自己買新鮮的 確定OK的亞麻人子 然後再藉由好的調理機 然後讓它完全打碎 就可以把它營養全部吃進去 所以其實這種新鮮的亞麻人子 應該在那種健康 生進食店其實都可以買得到 對 好 那我們材料統統準備好了 我們要請小綺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直接把它放到我們的機器裡面 所以就是把我們的 這個分量有沒有一定 其實我們說其實這個分量沒有一定 你就看你自己喜歡的口感 去做調整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自己在做這個精力糖的時候 需要譬如說加湯或什麼的嗎 其實我們比較不建議加湯 因為其實你看像這個鳳梨有沒有 它其實它已經很甜了 它打出來的那種口感就已經很甜了 所以其實一般我們也不會加蜂蜜 也不會加糖 就直接是用新鮮水果的甜分去帶這樣子 對 老師其實一般精力糖的話 好像還會加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這一道果汁是 我們開始學合果汁的時候的入門款 所以會以水果為主 其實在整體建議上還是要加一些蔬菜 或者一些野菜或者芽菜 或者像海帶芽之類的 對 其實我們很多都會加一些木樹芽 什麼的對不對 對 或者豌豆苗 還有高麗菜苗這些都可以 如果加蔬菜的話 是不是清洗上也要注意 清洗上面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蔬菜 事實上農藥的部分非常的多 那除了芽菜類它 大概我們大概流動的水 大概8到15分鐘 事實上是可以非常安全 那其他的菜類如果有擔憂 像說地瓜葉這些的話 會建議觀眾朋友 可以這個水滾後 那個燙個一分鐘 先穿燙過 對 燙個一分鐘 事實上大部分的這些細菌的部分 就被洗掉了 就沒有問題 對 比較安全的 不過我們今天 你看光那個材料 堆一堆都好漂亮 對 顏色非常的鮮 對 非常漂亮 我們說要吃五行蔬果 對 所以我們現在食材 全部放進去之後 現在就直接開始來打果汁 那其實操作也非常簡單 我們就直接這樣 1 2 3 開機 好 我們這樣大概是打了多久的水 其實這樣的時間 大概40秒鐘的時間就完成了 我們怎麼去看說 這O不OK的 其實你感覺看起來差不多 東西都打細緻的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好 這個打完之後的顏色 是比較平 因為我們剛剛用很多番茄跟紅椒 所以它比較偏紅的顏色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上面有 雖然有泡泡 但是其實我們說 這個是酵素的關係 對 因為蔬菜水果裡面 都有酵素 所以上面那一層泡 你千萬不要去把它撈掉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喝下去 想說那個泡泡不好喝就把它撈掉 結果把營養都給撈掉 對 我們剛才的份量 其實可以倒到滿多杯的 其實很多人會去 我知道很多人會去外面買精力湯 但其實外面一杯精力湯 可能就要100多塊錢 但是如果說你去買食材回來 自己做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其實它的材料是非常非常的省的 對 就是其實它可能是跪在那個 它跪在它的行銷或什麼 可是其實我們自己喝就可以 對 其實我們說你去買這些材料 其實這樣子一壺的話 它的材料根本不到100塊 但是你去外面買一杯飲料 可能像現在 你去外面買一杯韓糖飲料 有些都要5 60塊 而且你喝到是很多的糖分 其實我喝不太到渣渣感 我剛剛本來 預期可能會有很多渣渣感覺 但是還滿細的 其實有些人第一次喝精力湯 會覺得很 會聽到那個名字 會覺得很害怕 但是其實它是可以很好喝 就看你自己怎麼樣去調配 你的那個配方 你要放什麼材料 可以自己去做調整這樣子 果然是不用加糖已經夠甜 所以其實我們要讓它 不要太稠的話 我們就是水分稍微調整一下 對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水分 然後呢 像我們剛剛有放一點堅果 對 因為其實我們說 堅果裡面是好的油脂 對 所以其實我們每天 都是要攝取一點堅果的 對 好 就多喝一點 就可以跟小綺一樣成美 對 好 再來我們要介紹 我們的第二道就是這個杏仁醬 對 你相信這一台像是果汁機的 食物調理機 竟然也能做果醬嗎 下段節目 咱們的小綺 要來教大家做杏仁醬喔 好 再來我們要介紹我們的第二道呢 就是這個杏仁醬 對 它的材料非常的簡單 對 就只有兩樣材料 一個是杏仁果 然後再加一點冰糖 帶一點甜味 我們來看一下 奇怪 我們這個圖裡面 看到的杏仁醬打出來後來是紅色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用的這個材料的關係對不對 對 而且重點是呢 你看到它感覺有點油脂的感覺 這個是杏仁果它本身的油脂 所以你就不用另外再加油 加水進去了 那另外就是 為什麼小綺用冰糖 因為其實我們用一點冰糖 來帶一點甜味 對 增加一點的口感 因為一般可能就是會用果糖 或砂糖 但是冰糖會比較潤 對 冰糖就是一般的 但是你就是要把它打得夠碎才行 對 而且這個是沒有漂白的冰糖 原色的冰糖 原色的冰糖 因為其實像現在我知道很多 媽媽在做料理的時候 她都會用那個白色的冰糖 但其實白色冰糖 很多比較擔心是漂白的 比較精緻的 對 就像我們現在說 少吃白飯 少用白糖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這個是 原色冰糖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杏仁果這樣子 都很天然的東西 對 就很健康 讓你吃的是非常的健康的這樣子 所以剛剛我也沒有加油 也不用加水 所以就只要這兩樣材料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 很輕鬆的來做一個杏仁醬 所以這個醬不用加水 完全不用加水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它本身的油脂 是這樣子 好 好 看這個原本是伊莉莉的杏仁 三兩下功夫 在一滴水都不加的情況下 竟然這真的變成杏仁醬了 這實在是太神釋了 好 所以呢 其實 我們醬大概倒得過 因為你一邊 剛才一邊打一邊 對 其實時間大概是一分半鐘 就是要稍微把它 做一點點調和 其實還滿特別 因為它做出來的樣子 而且很像花生醬的顏色 對 所以如果說今天這個 我可以偷沾一點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它像是花生醬 花生醬的顏色 所以會做完這個 其實會做完這個杏仁醬 超好吃 這邊 而且它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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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有點像花生醬 對 所以其實做完之後 在家裡也可以做這個 做花生醬 做芝麻醬都可以 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像平常我們這樣子打完有沒有 這個油脂 就是杏仁果它裡面 本身的油脂是放出來的 所以你再用這個 來抹麵包 抹餅乾 都非常好吃 杏仁醬就是除了 我們可以在糕點上面使用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用 如果我用來做沙拉的醬 也可以 也可以 而且像這個 你也可以把它變化成什麼 變化成涼麵醬 因為像這個杏仁醬 你可以加一點醬油 加一點胡椒粉 烏醋 其實去調一調它 就是一個涼麵醬的 對 老師杏仁到底有什麼好處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杏仁事實上就是一個 不飽和的脂肪酸 也就是我們對心血管 是比較好的這個油脂類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 我們都外食的機會 非常的高 那外食難免避免不要 就是這些高溫啊 油炸的東西 以及這些不太可能有用到 太好的油脂 那所以如果可以每一天早上 我們做一個在麵包的這個 塗醬上面 一些是好的油脂的話 它就可以取代這些不好的油脂 而且其實像很多老人家 它可能牙口不好的 也就沒有辦法吃進去 根本咬不動好不好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打成這樣子的醬 其實它在吸收 它在攝取營養上面 也會比較方便 比較快速一點 對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麵包啊 早上有沒有 我們就其實就可以來品嘗看看 因為其實像這樣的醬 你會發現它打得真的是 非常的細心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 一定會很愛吃 真的很喜歡 而且其實像我們有時候啊 在家裡有自己打那個 花生醬有沒有 然後有那個小朋友來家裡 他們都真的是愛不釋手 而且你還可以在裡面 調整一下喔 做一點有顆粒的 口感的花生醬 好香喔 對 而且妳說吸引人 應該又比花生更好 因為花生的話 有時候還會有一些 比較 皇屈多數的問題 對 保存上的時候 也要比較注意 對 那吸引人的話 就是真的很健康的堅果 OK 是好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醬 其實有時候打完 我們 因為其實它裡面 是沒有加防腐劑的 所以它當然沒有辦法 像外面的醬 可能一罐可以放半年 然後放一年這麼久 所以其實像這個醬 我通常大概都保存兩個禮拜 對 然後每次可能 就打一點 打一點這樣子 其實吃完之後 再繼續調理 再繼續打這樣子 炎炎夏日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都難抵吃冰的誘惑 但是如何自己在家 輕鬆做冰淇淋 待會兒他們的美女小琪 要教大家自己動手做 第三道就是小朋友 都會最喜歡吃的 非常喜歡 其實大人也很喜歡的冰淇淋 冰淇淋 對 可是外面的冰淇淋 有時候常常都會比較 你不知道 有時候他們就會生 大股感激素 生菌素過高 對 生菌素過高 因為其實像現在去檢驗 很多冰品都是不合格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 讓小朋友吃到外面的冰 其實媽媽又會很擔心 所以其實在家裡 就可以輕鬆做一個冰淇淋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台灣的特產 芒果冰淇淋 其實準備的東西 非常的簡單 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只有一樣 就是冷凍的芒果 所謂冷凍的芒果 就是我們要先把芒果 放到冷凍庫去 先讓它冰一陣子 切丁之後放到冷凍庫 先切再冰 先切小丁之後放到冷凍庫 然後等它凍成像水果冰塊 這樣子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調理冰淇淋 對 我們要先把它切到 我們想要的這個 不然已經太動到已經切不動了 就沒有辦法 所以大概像這樣子的大小 是比較剛好的 對 就比較好打 比較剛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完全不用加冰塊 你也不用加牛奶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在加 有時候加冰塊 可能就是它的甜度就比較淡 就稀釋掉了 所以很多媽媽都會再加糖進去 那又吃了太多的糖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是直接 把水果冷凍完之後 就這麼一樣材料 芒果 然後直接放到我們的籠杯裡面 我知道我們東西冷凍之後 它的糖度就會增加對不對 以前有書過阿基士有教過 用胡蘿蔔切塊冷凍 它的糖度會增加 又可以放得進去 因為水分 水分集中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用芒果 它本身已經夠甜了 又再冷凍下去已經很甜 真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 大人 小孩都很喜歡的 一道芒果冰淇淋 好 好 我們這樣大概打了 多久 其實差不多快一分鐘 一分鐘左右 而且其實打完之後你會發現 它不是水水的冰沙 因為一般可能要加很多的水 那其實它真的是很像冰淇淋的口感 所以它真的是一個冷凍凝結的效果 對 其實我剛才就很想問 因為通常我們自己做可能是用芒果 然後加冰塊下去做 然後這樣打出來其實就是冰沙 它並不是像這樣子比較冰淇淋 這應該叫做Sorbet對不對 應該比較像是雪泥的感覺 對 而且其實像現在這樣子 我們有時候有沒有 自己在家裡做個鬆餅 然後你會發現喔 你這樣子直接放到那個鬆餅上面 就很像你去外面有沒有 很多女生是不是很喜歡 去吃下午茶 貴婦下午茶 點一個草莓鬆餅 或者是芒果鬆餅 250 250 要不要 所以其實我們說 自己在家裡做的話 你吃了又放心 而且重點是它是幫你省錢的 所以其實像現在 因為現在芒果比較多 所以我就做芒果 那有時候就可以去變化 像有時候我也會打 可能就是鳳梨配香蕉 就是你看現在有什麼樣子 香蕉 香蕉應該還滿適合的老師 因為香蕉湯的那個澱粉 對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用 不同的水果去搭配 那重點是這樣子的水果 我們說這樣的水果冰淇淋 你吃了之後 你是比較不會有負擔的 因為其實很多女生就怕胖 不敢吃太多的糖 但是裡面是完全沒有加糖 很甜耶 就是水果本身的甜分 所以其實這冷凍鍋子 它真的就會比較甜 對 那我通常會就是家裡 像我們買香蕉 常常買一串 那你會發現吃個兩條 又就 黑掉了 又黑掉了 那事實上這些皮 有點黑一點的這些香蕉 它熟透了嘛 它的甜味更好 那我就會趁它就是 還沒有壞掉之前 就趕快把它切成 動起來 對 切成冰塊大小把它動起來 所以我冰箱裡面 常常就會有 各式各樣的水果 冷凍水果 所以就不用擔心 小孩會想在外面吃 因為他只要習慣吃了家裡 這樣的冰沙 他是不會習慣外面的口感 真的 其實外面的那個死甜的味道 吃了以後其實會不舒服 是 應該說有各式各樣的冰淇淋 那我們知道冰淇淋 從很便宜到很貴 它材料市場都不一樣 但是避免不了 就是我們講的這些香料 色素 乳化劑 還有各式各樣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我想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讓孩子的口感 當他學會吃這些原味的食物的時候 他就不會去選擇這些不好的食材 不天然的東西 其實像 我剛剛有想到一個水蜜桃 水蜜桃應該也可以 當然可以啊 好昂貴啊 因為只是想說 你吃的話就要吃最好的 對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把它冷凍起來 對 我還會加點堅果 就像說香蕉 我在打香蕉的時候 會再打到快好的時候 丟一點堅果下去 然後就用這個1到5的速度 來回轉個兩三次 那打好的這個堅果 就會有顆粒狀 所以你就會感覺是吃這個冰淇淋 裡面加了顆粒狀的這堅果 特別好吃 特別好吃 那又要說了 如果在外面又要跟過 還是添加和果的 所以其實我們說 自己在家裡做的話 就是最神奇 而且是最放心 吃得最健康 如果說加牛奶呢 它會變得比較稀 也可以 你可以加牛奶 對啊 就有點像奶昔的感覺 對 就會變成像奶昔對不對 對 是 有時候甚至 不想讓孩子吃太多這些冰塊的話 我會加點牛奶 然後就把它打成像慕斯奶昔的那種形狀 奶昔的感覺 對 像果蜜的感覺這樣 是 不過我相信冰淇淋應該是 小朋友還是會比較喜歡吃的 是 小朋友最愛 很好的一個消暑聖品 而且芒果又是我們台灣的特產 對 我們要愛吃我們自己台灣生產的東西 對 而且它顏色深嘛 你回到就是它就是美人的重點 然後你眼睛啊 還有抗氧化的效果都特別好 所以芒果也可以抗氧化 當然因為它 所以我們講說 尤其小朋友喔 你會發現媽媽都逼他吃紅蘿蔔 然後他就不愛 可是事實上木瓜它的這個維他命A Beta胡蘿蔔素呢 不會比這個紅蘿蔔少 木瓜 對 木瓜也可 木瓜還有這個芒果 芒果都是 事實上只是這些顏色金黃色外皮的 它的A都很高 對 那它對黏膜這些的幫助都很大 而且我覺得有些小朋友 你叫他直接吃水果 他其實不喜歡 可是你一跟他說 這個是冰淇淋喔 他馬上就願意 就吃了 就願意了 對 所以其實它是另外的方式 讓小朋友願意來吃這些水果 來攝取健康的營養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小綺 來到裡面 謝謝老師 謝謝希望機會節目當中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們自己DIY做點心 可以在夏天裡面消暑 而且還可以美容喔